Hello 大家好 繼珠海的有軌電車停運拆除後 內地再有有軌電車停運 位於廣東佛山高明的有軌電車 在微信公眾號日前發布通告 表示自今年8月6日起 高明現代有軌電車示範線 將安排對設備設施檢修 檢修期間線將會暫停運營 佛山市高明區交通運輸局也說 恢復運營時間需要讓運營方進一步通告 這條有軌電車示範線 是佛山市首條自主建設運營的 城市軌道交通項目 也是世界首條商業運營的輕能源有軌電車 在2019年12月開通營運 往內倉、江路和智湖 項目總投資8.38億元 全場大約6.5公里 比澳門輕軌便宜很多 據高明交通部門公布的客流量數據 有軌電車2020年全年客流總量 只有275,300人次 日平均客流量只有1,101人次 2021年客流量進一步減少 日均客流量只有578人次 而2022年以後的數據沒有公布 收益方面 有軌電車全程票價2元很便宜 即使在載客數據相對較高的2021年 他全年票價收入亦不足40萬 車站的廣告費每季也得1,000多元 真是計稅這麼多 電費都不夠交 有當地民眾說 這條有軌電車線路少 又不接駁其他交通樞紐 根本無法連接佛山老城區 偏偏住在新城區的居民 每個都有私家車 所以成為一條雞勒的路線 看回運營數據 比澳門輕軌還差很遠 不過他的投資很低 幾億而已 但收入這麼少 長期收支都不平衡 對佛山高明區這麼小的地方來說 他的負擔真是很大 所以停運了他都是明智的 不像澳門 澳門因為有賭收支持 政府的財政收入比較豐厚 即使輕軌的收入還是比較少 可能真的未必夠交電費 不過政府比較有錢 所以才能夠支持這麼大規目的輕軌 好,這集就看到這裡 現在新支持我,記得訂閱吧